杨幂 我太习惯它了 听说今天晚上6点 你要在快手开播啦 江湖传闻 你要在现场为粉丝Di 密集好我 这可是我的招牌饮品 保证好喝 正好我最近学习了冷饮店的冰爽系列 那西瓜自然是夏天的代表啊 一部分加茶底 加冰块加果糖 打成西瓜汁 另一部分直接丢桶里 再一次把配料冰块 西瓜汁雪碧丢进去 柠檬薄荷一点坠 就是清亮的招牌啦 一桶西瓜 那再来个芒果的 这次的芒果泥 用椰奶来配着 肯定更好喝 这个桶底加了西柚和西米 应该知道要做啥了吧 韩式一次加配料 椰奶 冰块 芒果泥 搅和搅和 再加好多芒果肉 西柚 再淋点椰奶 就是永远爱死的 一桶羊枝甘露 当去超市 飓风下来了 那必须也安排了 葡萄得加上面粉才洗得干净 一个奶奶叫我的 奶茶店的多肉葡萄是紫色 但是我想做杯绿的 看着更清凉 这一桶就简单啦 葡萄倒成泥加点小料 一开始冻的茶冰可以上场啦 再来几颗青铁 薄荷 雪碧柠檬 齐火 看着就透新凉的一桶葡萄 这么大一个正式 这都够一家人的清凉了 怎么样怎么样 顺铁是不是超好喝 这个是什么 哇 谁在 你妈好厉害啊 好 好 如果大人想想 能来我家就好了 哎 嗨 你们想吃什么 我能满足你们啊 哎 不是那个 那个 那 那 那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 你们想吃那个芋若 妈 有个事 妈 那他们要吃什么 这个是什么 麦具 获笋 啊 不就是水果布丁吗 我买水果去 哎 他们记得水果采购齐了 第一次看到百香果还有黄色 哎 里面的果肉比红色多多了 西瓜再不抓紧吃可就要过季了 好像孩子们都超爱吃果冻 外面肯定买不到我这真水果版的 举入 这两个字念起来还真是别扭 葡萄桃子皮要留着 待会上色用 把梅皮的这些水果果肉们打成泥 百香果不能打啊 别问为啥 再来个几半个柠檬防止氧化 先做桃子口味吧 先把桃子皮煮出好看的粉色 再加蒟蒻粉和细砂糖搅和均匀 再加桃子果肉煮开就好了 没有果皮的这些就直接摆水了 不过水果的量可以多点 其余的水果也都是这个流程了 放到不烫就可以入魔了 市面上买的我看都是小口袋的包装 所以家里现有的饼干袋拍上用场了 这看着是不是相似度很高了 得趁热倒进去 各种水果口味全部灌完 放冰箱冷藏一会儿 好吃又好看的真水果果冻就做好了 天然鲜艳的颜色 QQ弹弹的口感 难怪是熊孩子最爱的零食之一 蒟蒻粉可比白凉粉好吃太多了 这各种口味的放一包再包上好 这个颜值送小粉丝们 我想他们应该会喜欢吧 我给你真做出来了 这不是要送粉丝的吗 我先替他们试试好不好吃 你这可以啊 包装都搞得这么像 烤鸣肉好多方便 好了好了 去这粉丝送去吧 行吧 那这以外给我留着啊 快走快走 就是了就是了 那你按摩点啊 我看看你又做什么好处的了 粥啊 粥你不要吃啊 这大鱼大肉吃新甜啊 不得喝点粘清新肠胃啊 太单调了 能不能跟我换个别的 大鱼香我给你换 哎呀 大鱼啊 排骨 这是什么 橘猫吗 什么橘猫啊 那是排骨 那你别动的粥啊 大鱼大肉过后 必须得来点粥 配个咸菜清清肠胃不是 想想就觉得美味舒畅 所以我一大早就去买了各种蔬菜 说到咸菜那必然萝卜 但是胡萝卜 让这小子吃有点难度 雪碧黄瓜已经火了好一阵子了 今天来个雪碧一切 你想多了 这些是你最讨厌的蔬菜 看到了吧 这不是 这也不是 好了一边玩去吧 把座上给我啊 把这一张张的码起来 有点数钱的感觉 根据容器的形状码进去 也可以来个混搭配色 萝卜糖好 开始调料水了 这应该是最简单的料汁了吧 烧开浇到蔬菜碗里一半 这时可以放点配料 虽有辣椒 腌后并不辣 然后再把灵魂的雪碧 浇满到咸菜碗里 相比传统的酱黑色系 这应该是最有颜值的咸菜了吧 而且腌的时间也就一晚上 第二天就已经很入味了 就可以拿出我的白粥就着吃了 哇哦 酸甜爽口 脆脆的太下粥了 哎呀 这小咸菜一吃 嗯 这酸甜可口 这啥这小偷 太好吃了 哎 有些他怎么不早说呀 真是 嗯 有辣椒我不吃了 哎 你小子给我等着 哎呀 今天捡到饱了 两百块钱买了这么多螃蟹 哎呀 我回来了 饿死我了 有什么事啊 哎 哎 好吃的 不让我吃 哎呀 我天要吃 哎呀 我这水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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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 九个 怎么少一个 怎么办 哎呀 饿死了 我去找 你先动饭 这个螃蟹 好是好 这是没帮绳子 你不要过来啊 好了别看了 你们没可能的 总算是先把这几只大的搞熟了 外面吃个蟹饱 要45一只 这小子每次一口气三只 还不如在家实现蟹饱自由呢 蟹壳留着 蟹肉蟹黄挖到碗里 处理蟹腿我最擅长 喵 你刚才说的见面呢 好好好 我说话说话 哎 突然觉得外面45也不贵啊 这么半天 就拔出这么点肉 所有的蟹黄蟹腿 加点沙拉酱 抓把均匀 洗干净的蟹壳 擦干水分 一勺蟹肉 一勺黄油 再添上厚厚的芝士 哦对 我还买了一些小海鲜 先让他们吐吐沙子 再搞个海鲜料汁 用一半拌拌粉丝 调味里面的血壁是灵魂 所以料汁要多多的 再依次往上配菜 小海鲜 最后上主角 没往生死的小螃蟹 哎 这样居然乖乖就不动了 赶紧丢蒸箱里 再把虾铺上去 蟹宝也塞烤箱里 不出预料 15分钟后 他们前面在餐桌上见了 搞个呛锅蟹面 这个时间我还能同时用煤气灶 正好蒸的烤的也好了 这假期聚会来这么一盘 肯定会被赞不绝口 蟹宝烤的火候也刚刚好 nice 不辣版的清蒸小海鲜 简直是我那个嘴馋的儿子的福音 我这捡便宜买的小螃蟹 品质一点都不差嘛 哎呀 马上这小子就放学到家了 嫂子买我快饿死了 谢谢宝呀 谢谢宝 我的最爱 真才十秒 你吃吗 不给 吃完了你 鲍鱼啊鲍鱼 一口吞了 海鲜面 儿子你说螃蟹和龙虾打架 哪个更厉害啊 肯定是龙虾呀 你看这螃蟹 小胳膊小腿的 妈 赶紧今天有席 爸 你赶紧出个新闻好友 咱们老王家 要夜宿三天 你出什么狂啊 哎呀哎呀哎呀 不用那么看 好笑语的 都来都来啊 都过来 难道是真的 要去买菜 孩子居然这个有出血 是得庆祝 俗话说无蟹不成席 快过节了 今天先预念一下螃蟹主题 来个螃蟹三吃 梭子蟹做清蒸呢 肯定是再好吃不过了 做法还简单 处理好敲烈螃蟹腿 再来搞和蟹 这算是今年初次场 哎呀 绑着掰开吧 关键是我要取里面的黄 待会儿好做蟹黄面 螃蟹们都处理完 先调个梭子蟹的料汁 热油分三次浇会更香 再调个味儿搅拌匀 用一半先拌一下粉丝 梭子蟹马上去摆个盘 剩下的就交给蒸烤箱了 20分钟就可以了 利用这个时间 我可以去做别的拿手菜 前几天让儿子特产收蟹宝 家庭版的 今天就给他安排 鸡成两倍的蟹腿 肉面裹上淀粉 油锅里定行再炸熟盛出 另起锅炒个香料 把这些香料炒出香味 再放葱丝和刚炸好的蟹腿 再加点煮鸡脚的汤和鸡爪 焖十分钟 再加上大家都喜欢吃的配菜 哦对 还有蟹壳 最后装饰还要用 刚才和蟹里扣出的蟹黄 正好给儿子买个蟹黄面 金黄的蟹黄面烤定 清蒸梭子蟹正好到时间 再把剩余的一半料汁浇上 这应该是清蒸苏子蟹的天花板了吧 味咸肉嫩 风靡吃货 穿着肉蟹宝 实在是聚会的首选菜啊 对儿子来说 蟹黄面就是天堂 看我这笑脸 半个小时就搞定了一桌菜 瘦小子瘦小子 以后亲戚都来了啊 你告诉我 这东西真的假的 瞧不起谁呢 难道我这年人美食 都是白食了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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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